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请看接下来的故事吧 餐厅的吧台 非常漂亮的水晶吊灯 是 当初这个屋主他的需求 是希望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 一个厨房 是 那这样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吧台区 就可以让他们在用餐 或者是在那边聊天 这样一个小小的 喝喝东西就可以满足了 对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餐桌的设计 跟这个吧台做连结 当朋友来的时候多的时候 它其实吧台也是一个餐桌的 一个延伸的功能 了解了 因此这个开放的空间 变成多功能了 原本只是以为自开放 没有想到它可以延伸 这个餐桌的部分 所以说它变成是一个多功能的区 除了普典的水晶吊灯之外 另外一个亮点应该是天花板 对 因为看到我们做了 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圆形的 一个天花板设计 对 而且还有一点 那种球形的一个设计 对 它是立体的耶 它是弧形的 球状的 对 因为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说 您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提的 这个所谓一个大的 摩字形的一个造型 雷帆电的一个氛围的空间 那因为它的空间的 这个造型很长 那我们怕有点单调 这边就做了一个圆形的设计 那这个圆形设计 刚好就是在餐桌的一个中心点 好 你等于算是界定了这个位置 这整个用餐的空间啊 我最喜欢的是圆盘的设计 那当初这个算是设计师 给我们的一个惊喜 那后来看到有在挖洞才猜说 欸 那个应该是电灯的部分 然后还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也满满意的 然后就是变成是后来客人进来 都会询问说 欸 你们这个很特别这样子 然后变成是一个空间的亮点 那这个吧台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小巧精致的吊灯 现在跑了3D图有两个版本 那一个就是这个灯是在 那个圆盘下面 那一个就是在现在的空间 那我们是觉得放在那个空间比较好 因为觉得说 它不会去抢走那个圆盘的风采 有一个东西目前没有拆到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层玻璃 这个玻璃其实就是 防烟垂降玻璃 它某种程度是可以 防烟啊 对 因为我们在开放式厨房 在料理的时候 它的油烟不见得 全部会被这个排行机给排除 是 它飘出在这个厨房空间的时候 因为它油烟是热空气 对 它全部在空中 那我们用这个垂降玻璃 就可以把大部分油烟先 给做一个初步的车 所谓的遮挡 而且你用玻璃的话好清洁 对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 它不太容易一眼被发现 其实我们会很注意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以后对使用者的一些影响 在其他的一些案子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甚至会加所谓的 强化的排风扇 甚至加所谓炉子旁边的导风机 这样一个做法 可以让它的油烟的一些处理 尤其在这种开放式的时候 达到一个最佳完美的一个状态 还不时都会给我们一些小惊喜 因为其实连霸台的底下 虽然是进柜打开也都是收纳空间 本来建商附的一些系统厨具 并没有非常强的收纳功能 设计师也在就是用系统厨柜 做一些收纳的部分 那像他就很要求这些小细节 所以在事前就请我们去把一些 比如说热水壶 微波炉 这些相关你生活中的电器的尺寸 先量好 确定好 那它就会依照你的尺寸去帮你 设计你的收纳需求 就等于说柜子是为了这些电器 量身打造的一个柜子 所以所有的尺寸上摆放都没有问题 然后也不会说很突兀这样子 另外就是因为像我们酒櫃 其实它是藏在那个 新古典县板里面 所以其实有时候朋友刚来嘛 通常打开的时候就会吓一跳 哇 你们家酒櫃好漂亮 然后甚至有朋友就会开始说 寄酒在你们家 然后以后来你家喝啊 所以其实里面现在有好几支朋友寄的酒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新古典 可是客厅又不能放太重嘛 所以就想说那房间可能只是 我们两个夫妻的小空间 那可能这方面新古典就可以 稍微再重一点点这样子 因为卧室其实没有那么大 所以是希望利用一些元素 让它看起来空间感会 比较不会那么狭小 张设计师他也有帮我们想到说 那可以利用镜子去做一些角度上的变化 让空间整个比较放大的感觉 所以后来呢 我们其实只提供了好像只有两张照片吧 说我们旁边的镜子想要怎么做 其他就真的是完全放手交给他 那结果他规划出来的包含床背板 整整理空间 然后床头柜的一些空间 让我们都觉得很舒适 然后也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这样子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很贴心的设计 像比如说 我们通常床边会有床头柜 那像它就会在阅读灯的后面 做一些线槽的收纳 是你其实几乎是看不到一些线 或是说放了电话也看不到电话线 然后另外就是说 它也在床头柜的底下做的那种小夜灯 但是它是在地板上的 然后透过床边柜出来 其实又不影响你睡眠的品质 可是你如果晚上有起来的需求 其实你起来也不会说很暗太危险 这样比如说跌倒或怎么样 浴室的部分 因为其实建商本来 它有原本它的规格的浴室 那当初其实我们在找头的时候 就已经有发现譬如说 哪些部分是我们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请建商 把这部分的料退料 那在跟设计师做沟通 跟他说其实我们有尽规的需求 那像浴室的空间 在淋浴的部分 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整个浴室里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很贴心的设计 那因为女生可能 shower的东西 瓶瓶罐罐比较多 所以张先生也是帮我们想到这一点 然后就帮我们设计一个平台 但是它不是跟墙面连接在一起的 它是有留一个空隙很贴心的 使用后水稍微拨一下水 就是自己流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一些客人进来看到浴室 会觉得这个还不错 那以后我们家也要装的 那种一个很吸引他们 讨论的一个元素 对 走入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 铁键与玻璃设置的 环形玄关 给予回家的人温暖怀抱的意象 一旁的鞋柜是设计师 测量屋主所需定做的空间 即使是再高的靴子 也能恰当地收纳其中 穿透的书房 是男主人办公与休憩的地方 造型书柜成为客厅独特的背景 赋予公共空间 既现代又优雅的印象 开放式厨房吧台 是小夫妻两人 平时最爱停留的地方 朋友来时也可以利用延伸餐桌 弹性使用空间 卧房则是女主人最爱的古典风格 隐藏的灯光与收纳的线槽 是设计师着重细节的证明 在这个家里处处都是设计师 重重考核与深思熟虑的设计 终于打造了专属屋主兼具实用 与优雅的甜蜜居家 因为以前都没经验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 跟精神去做功课 那其实我觉得重要是有找到一个 你可以信任的设计师 那当然你也要选择相信他 然后愿意把你的房子交给他 其实这个屋主是他们对这个加持 是很有想法的 然后在整个沟通的过程中 他们慢慢对我们提出来的一些设计跟方向 其实产生了极大的新能感 也放手让我们在很多的细节做一些发挥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互动结果 也让最后这个案子完成了 屋主对这个家的一个期待 张德良设计师的标准作业流程 并不是他天马行空的想法 而是他每一次执行案件后 所累积的观察与学习 正是这种数十年对于作品的谦逊与敬意 终能成就一间间属于他与屋主的经典居宅 想看更多张德良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这张桌子有一个比较特别 它其实是伸缩的桌子 这边到时候其实缩起来之后 它其实就是私人做的餐桌 这样蛮实用的 平常如果是一家四口的话 就不用在那么长的空间 今天帮他挑这张床是 号称会呼吸的床 没有 红楼 没有 好